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歡迎收看這週的哲就來尬店 除夕在下週即將到來了 想到桌上滿滿的佳肴 手上滿滿的紅包 然後家人說要幫你存起來 把你的紅包全部收走 是不是很期待呢? 而且除了過年之外 現在也是CS2023的火熱期啊 雖然今年我還是沒像2020那樣 專程跑一趟美國 但我還是有得知到一些新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廢話不多說 大家一起來充電吧 根據PTT的鄉民發現 三星的Type S8系列 悄悄的漲價了 漲了最多的是S8 Ultra 漲幅3000塊 其他大部分也漲了2000元 去年蘋果把部分的iPad系列 偷偷的調漲了 像iPad mini 6 漲2000元 整個相度都沒了 今年我也說了嘛 就連iPhone的電池維修費用 也逃不過這個命運 所以你看啊 我擔心的點果然真的來了 身為標竿廠商的蘋果 開始在搞漲價 其他家會不會跟進 早晚的嘛 三星會當前面幾個 我也是超級不意外 他可是家一天到晚嗆蘋果 但還是默默跟隨的傲嬌廠商啊 再來下一則新聞 同樣來自於三星 從去年就傳聞已久的 三星S23系列 終於確定的台灣時間 2月2日的凌晨2點 於Galaxy Unpacked 2023登場了 三星在官方微博 所知釋出了他們這次的主題之一 整部影片似乎都在強調它的夜拍功能 其中也連續出現兩次 這種三個歐的字卡 這三個歐分別有著 星空、銀河與月亮 看來S23系列的專攻之一 就是這些了 可能來個更強的望遠 爬到更清楚的月亮之類的 好啦 那確實是能期待一下 我之前這樣評測下來 各位也能發現 三星的內建相機在極然的夜拍日快 確實不怎麼突出 雖然官方有做出了 X Pro這個相機App 可以透過超長處理時間 拍出比內建相機好很多的夜拍照片 但也希望以更輕鬆的方式 來達成這些效果啦 總之我們就期待一下吧 到時評測影片什麼的也是一定會有的 接著來說一些CES的東西吧 Azer在這次CES2023發表了新的筆電 分明為Blade 16 和Blade 18 我把他們的頂規大致的列在旁邊 線頭18吋的Blade 18 開始講 這個看似破天荒的尺寸 其實就是既有的17吋縮窄窄邊框 比例改為16比10而來的啦 然後CPU跟顯卡就是例行性升級 嘴高大展了Intel i9-13950HX 還有NVIDIA RTX 4090 其他外型設計都差不多 插款有Thunderbolt 4的USB-C 一個SD圖卡器 三個USB 3.0 Gen 2 Type-A 一個HDMI 2.1 一個以太網路插孔和35毫米耳機孔 價格的部分定在2899.99美元起 頂規的話我還不知道 總之絕對超級貴 再來Blade 16 就是Blade 15 縮窄邊框 用上16比10螢幕而來的啦 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次還帶來了MINI LED這個面板的選項 螢幕亮度最高的可達1000nit 也同時配備了4K 120Hz 以及10MP 240Hz兩種顯示檔位 處理師跟Blade 18 一樣 最高搭載i9-13950HX 顯卡也是一樣 最高RTX4090 插孔比Blade 18 還少了一個以太網路 價格則是2699.99美元起 上述這兩項產品會在今年的第一季發售 台灣的話可能就還要再等一下了 18吋的筆電啊 雖然就是跟之前17吋差不多的機身 但那個體積也不是讓你隨便帶著走的 官方來說它是屬於桌機的取代品 就是要你平常就放在電腦桌上不要動 然後臨時有需要的時候 多少可以拿去別的地方這樣 而且真不愧是雷蛇這個注重美心的廠商 你的筆電都18吋呢 為什麼還是不配個獨立數字鍵啊 這張左右看起來超空的啊 這讓我想到十幾年前蘋果出的17吋MacBook 至於那個16吋就多一點便析性了 而且還有獨佔MINI LED面板 感覺就是要來對打MacBook Pro 成為遊戲創作兼具的筆電 我自己對那台是滿有興趣的啦 之後就看能不能跟乾爹爸爸爭取到這個機會了吼 解釋下一個CES酷東西來自三星 他們展現了自家最新技術的螢幕 名字叫做Flex Hybrid 它把凹折與拉森的技術結合在一起 在折合的模式中 它的尺寸大約4.2吋 把螢幕翻開之後 就變成了10.5吋比例為4比3 而且不只這樣子喔 你還可以把右側的螢幕以捲軸的方式滑出來 它就會變成12.4吋比例16比10 對 有三種尺寸形態 隨便同時可以向內與向外折的螢幕 它就很像是當今折疊手機 還有LG那台Rollable的結合體啦 透過兩次彎折來達到極致的收納效果 感念是真的超酷 有一些些的實用度 不過我相信這個還是展示技術性質居多啦 真正要量產也是好幾年後的事 甚至不會有這天 因為要克服的東西太多了 像成本還有耐用度等等的 再來下一則信仰 蠻應景的 睡睡平安嘛 國外前幾天陸續傳出了Google Pixel 7 系列 後鏡頭玻璃碎裂的災情 只是在完全沒有摔到 撞到的情況下變成這樣的 而這些玻璃破裂的方式都是一個大洞 讓裡面的鏡頭暴露在空氣之中 而Google的客服人員 有在某些人的天文底下留言 表示會協助處理此事 但對於鏡頭為何會無故破裂 Google則都沒有對於此事公開回應 台灣有類似的案例 但Google以超出保固方案的條件為 由拒絕補償 讓當事人相當的難以接受 國外也是類似的情況 Google表示這樣的行星 不在保修的範圍內 但Google官方卻在底下留言表示 會來協助他處理問題 讓這位苦主覺得這樣的情形很矛盾 而且18小時過去 也沒有說到進一步的回覆 看來是已經直接忽略他了 有時候命運就是這樣啦 一款產品再買來之後 都沒發生什麼問題 等到那個時間一到 毛病就會災情似的擴散開來 Urizen Phone 8 的死機 S20 的螢幕綠線等等 則無疑都是廠商與消費者的惡夢 所以 看來我也要挫了一彈了嗎? 我手邊還有一支Pixel 7 Pro 那個鏡頭魄力看起來也太恐怖了吧 再來下一則新聞 一家叫做樂士的手機品牌 出去了一款S1 Pro 但這支手機 簡直就是山寨版的iPhone 14 Pro 連動態導致複製過來 變成他們自家的東西了 但我們還是敬業的講一下它的規格啦 螢幕尺寸為6.5吋 材質為LCD 更新率60Hz 系統是Android的 但版本多少不知道 處理器是子光輾瑞的T7510 記憶體儲存空間是8加128GB 電池容量有5000mAh 比iPhone還多 了不起 但充電功率就只有10W了 其他規格你們就自己看吧 售價值大概是台幣的 4047元 4000多台幣買到一台 幾乎是iPhone 14 Pro三代機的東西 還行啦 就跟我之前買的那個差不多嘛 但讓我比較在意的是 樂士這個牌子 你們應該有些人聽過吧 不是那個洋芋片 它曾經是一個很大的影音平台啊 在隔壁鄰居那裡不只宏吉義師 而是當了好幾年的標杆娛樂公司 其間也出過自己的電視 還有更加有特色的手機 但最後因為一些緣故 還是走向了破產這條路 結果還是有繼續在發表手機的喔 只是你看 發表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點像是這家公司吐出的最後幾口氣吧 只是這個吃相實在是不太好看啦 總之以上就是2023年第三週的 折舟來尬店啦 講到這裡還是對CES有點流連忘返啦 明年總該有這個機會了吧 不要再被疫情那些的給影響到了 那也祝各位接下來都能健健康康的 過個好年啦 我已經養過了 這部分可以暫時不用擔心了 好啦 希望各位都能沖寶店迎接下一個禮拜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